那我们就先来看到云图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云街呢 已经慢慢地往南压进了 这代表说这个冷的空气 现在是逐渐地往下 往南冲哦 预计到今天晚上啊 明天这段时间 就会压到台湾满南边的位置了哦 所以气场局在今天的晚上 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也针对了台南伊北 华东地区还有金门 发布了低温特报 这些17个县市呢 都有机会出现局部 10度以下的低温哦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一波冷空气 真的很强 我们就来看到 最低体感在今天 最低温的地方 是在马祖 体感温度只有2度 金门5度 那么北台湾 基本上在8到10度 中部地区在10到12度 那么高雄 屏东 台东 大约是在13到14度 而且衣服怎么穿呢 就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北台湾地区 今天呢 要注意哦 清晨白天 感受就蛮冷的哦 而且温度 会从白天一路的往下滑 所以呢 低温可能会掉到12度 建议大家穿一个 比较厚一点的外套 那么中部 还有花东地区 今天感受是比较 偏凉一些 所以呢 也可以穿一个厚一点的夹克 特别是中部地区 在清晨深夜的时候 也是只有13度的低温 南部地区 在白天的时候 感受还不会那么强烈 可是同样 越晚越冷哦 所以如果是白天出门的话 您可以先穿一个 比较厚一点的长袖衣服 但是如果是早出晚归记的 还是要多添加衣服了 因为各地早晚 其实都还蛮冷的 像是北台湾在傍晚 就会掉到12到14度 深夜的时候 台南以北地区 宜兰就会掉到 11 12度了哦 所以越晚越冷 由北往南 感受上都还蛮明显的 那么降雨方面呢 水汽的部分 今天持续受到 华南雨区的影响 所以苗栗北地区 白天呢 持续有持续性的一个降雨 有一些短暂的雨势 建议您出门要记得带伞 另外在花东地区 沿海有一些 这个对流云 萧萧长长 所以今天也都还是会有一些降雨 不过到了下半天 就可以发现 这个水汽明显减缓减少很多 所以会不会下雪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清晨在玉山 雪山 南湖大山跟荷幻山 其实都有掉到 零度以下的低温 可是呢 目前我们看起来 水汽条件不足 所以目前这些高山 都还没有降雪的一个迹象 尤其是北台湾 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下半天开始水汽变少 所以早上上半天 如果没下的话 基本上下半天 要再下雨的机会就更低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一波冷气团 影响我们一周的一个时间 今天温度是 最明显下降的一天 沿海风浪也开始增大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的时候呢 最冷的时间 会落在礼拜三的清晨 要注意到低温 平地可能就有10到12度 有些沿海空中地区 可能还会再更低 而且迎封面呢 北部东半部 会有一些的短暂震雨 要到周末的时候 温度才会回升 这一波冷气团 才会减弱 但是中南部 日夜温差很大 最后提醒大家 今天全台空气品质都不好 因为东北风也把一些境外污染物带进来 所以云嘉南高平地区在午后 到明天白天都会亮出橘色提醒 包含中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 空气品质也都略差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在外 除了记得做好保暖之外 也要留意空气品质的方面哦 以上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